你不缺钱的情况下 融资会很轻松 你只要把公司做好 投资者回来上门找你 因为职业的VSK 职业的PE 他们这个钱是要投出去的 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每天在寻找赚钱的机会 所以按他们的找理 比你去找他们要容易 你什么时候要去找钱呢 就是你花了一半的钱 你就要开始找钱了 当你找你没钱的时候 你是融资最痛苦的时候 你几乎没有任何谈判能力 因为他们明天不给你钱 你后天就死了 你还有什么溢价呢 所以找钱的诀窍 是账上有钱才能找到钱 所以这个世界更纠结 只有有钱才能融到钱 是不是悖论了 我们回顾一下 小米的上一顿融资 其实也是天文说这条件 在去年十月 做价十亿美金 已经融了九千万美金 只过了五个月 有人来找我 说小米做得很不错 你要不要融钱 我说不需要 不需要他才会来找你 那您计划下一顿什么时候融资 我说今年年底再考 您今天年底什么价钱 我说最少得四十亿美金 他说要不这样 我今天给你四十亿美金 你做还是不做 就这么简单